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些师兄会经常梦到有谐音的梦境 针对这类问题为了完全去除这个根 礼佛大忏悔文和小房子 能不能有一个数量念下去 可以的呀 要跟菩萨讲的呀 有的时候有谐音的话要跟菩萨讲不要难为情呀 就跟菩萨讲观世音菩萨请您帮助我去除谐音的念头 我是凡人肉胎 请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我要好好修 你去看过一段时间你真的会好很多 你就不会去想 好 那一心求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 没什么难为情啊 观世音菩萨就是你妈妈 这是观世音菩萨妈妈 好的 感恩师父 这都不关系了 你们这人呀 人又不圆满的了 明白了吧 这很正常 七情六欲来了 就是要用手戒把它戒掉 求观世音菩萨给自己加持 消掉很多的业障的呀 菩萨一看 好孩子 你求观世音菩萨帮你来消 你也是个好孩子呀 好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谢谢 谢谢大家